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正式成为北约第32个成员国 瑞典加入北约 这不仅强化了北约 这一个由美国所主导的 跨大西洋军事联盟的体系 也将对欧洲的政治生态 产生长远的影响 其实仅仅在两三年前 瑞典加入北约似乎是难以想象的 但是今天除了俄罗斯之外的 所有波罗的海国家 都已经加入北约 这背后呈现的是什么样的 爱恨情仇和变乱交织 瑞典入约之后 俄罗斯和欧洲之间的对抗局势 又将出现什么样的变化 这又将如何影响 俄乌战争的未来 而在大西洋的另一边 特朗普选情看涨 正在引发欧洲 对美国退约的忧虑 给北约的前景蒙上了阴影 今晚的凤凰全球连线 深圳现场 德国波恩大学政治学 教授孤学武 北京现场 军事问题专家王云飞 将带来这些问题 他们独到的观点 首先我们来看李明珍的 这种报道 3月11号布鲁塞尔北约总部 第32面国旗缓缓升起 瑞典完成了入约的升起仪式 美国的准备 再显示美国的门口 没有人可以关闭 所以我告诉所有美国 对于瑞典的加入仪式现场的 每一个人脸上都难言笑容 确实瑞典入约之路可谓艰辛 从2022年5月 俄乌战争打响的第三个月开始 瑞典就正式提醒加入北约 时隔两年之久才正式入约 也就此结束了中立国地位 而瑞典态度转变的原因 就在于战火南西的俄乌冲突 瑞典地处波罗的海沿岸 比邻俄罗斯 又被挪威 丹麦 德国 法国 等多个北约成员国包围 在地理位置上 瑞典已然被裹挟进了 这场载入历史的对抗中了 而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层直言 瑞典的入约是历史性的 但也是自然的 根据瑞典国内民调 在俄乌战争开始前 支持瑞典加入北约的民众 不过三成左右 而战时打响之后 支持入约的瑞典民众比例 迅速攀升至75% 自身态度转变之外 匈牙利方面最终开绿灯 也是瑞典入约的决定性因素 有外媒消息称 瑞典军工企业 与匈牙利达成的战机出售协定 是促成匈牙利方面 批准瑞典入约的关键 能以武器装备换入约批准 瑞典自身强悍的军事力量 也可见一斑 根据国际战略研究所 估计截至2023年11月 瑞典拥有1017台装甲联兵车 这个数量多于德国 西班牙和英国等国 入约数日 瑞典冰队俄两舰 积极纳入约同名状 据俄媒报道 3月10号 瑞典空军两架飞机 飞铃加里宁格勒 系入约后首次抵进俄边境 本月实力的增强 不得不让俄罗斯细胆 据美国情报机构称 俄罗斯正在继续建造 其核武库以威胁潜在对手 与此同时 俄军也在顿巴斯地区等多地 持续进攻 乌方则力求稳固防线 泽连斯基近日表态称 目前战况有所好转 乌克兰正在建造 逾千公里防御攻势 当然战场永远是瞬息万变的 目前来说 俄乌战争最大的变数 就在于美国 小燕利总理有关特朗普 不会为俄乌冲突花一分钱的言论 引起了欧洲多国 对于如若特朗普上台 可能再次频繁退群 甚至停止对乌克兰援助的 广泛担忧 瑞典器中立入北约 欧洲局势将发生哪些变化 北约行居士强国 俄乌战场天平将受怎样影响 美国大选变幻莫测 北约领头员会否退去 以忧虑 变数难料 瑞典终究还是加入了 北大西洋工业组织 我们再来看全球热搜的 关注要点 瑞典国旗在布鲁塞尔 北约总部升起 截至北京时间12号晚上8点 Google News的热搜显示 相关话题并未受到 多国媒体的重点关注 在美国媒体的关注方面 海地总理亨利同意辞职 排在热搜第一位 教宗让乌克兰举白旗的争议 以及俄罗斯燃料库遭袭 也都排在热搜的前列 而瑞典加入北约后 首次在俄罗斯边境侦查飞行 则只是排在热搜的第26位 在英国媒体关注方面 有关海地总理将辞职的新闻 勇然占据热搜第一 第二和第三 其他的热搜消息 都和俄乌战士有关 下拉到第19位 才看到瑞典表示 已经加强波罗的海 岛屿的防御攻势的新闻 至于瑞典本地媒体 排在前列关注的 都是本地的民生新闻 而妇女年轻人 对瑞典为北约而战 持消极态度排在第四 瑞典和芬兰一起演习 以应对俄罗斯 则排在第八 看起来全球媒体 对这个新闻似乎不太感冒 但没关系 我们来关注 好 我们首先有请在 深圳的顾修武教授 瑞典终究还是加入了北约 应该说是 也是充满曲折和艰辛的一段路 最后是土耳其总统 阿尔多安送了一个大礼 您觉得瑞典加入北约 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觉得最根本的原因 还是一个结构性的原因 第一个结构性的原因 就是在当前地缘政治 不已非常激烈的情况下 尤其是美俄 在欧洲地区几乎是 没有任何退让的空间的情况下 加在这两个核大国之间 瑞典几乎没有 再实行中立的空间 它必须做出选择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结构性的问题 就是俄罗斯在整个 这个欧洲地区现在展现的这个事态来看 瑞典感到非常忧心忡忡 刚才泽林斯基说 他能够在巩固一千多里长的战线 但是从奥地利和德国的军方分析家表明 就是过去的几天之内 或者几个星期之内 俄罗斯的军队已经突破了 乌克兰的第一道防线 乌克兰目前现在就有三道防线 而且第一道防线是最坚固的防线 从上中下几乎全面突破 现在俄罗斯正准备公布第二道防线 因为这两个时间点非常重要 俄罗斯为什么这么加大工作力 一个就是普京3月17号要进行总统大选 乌军可能在这种背景下 会遭到俄军猛烈的打击 俄军要献给普京一个大力 第二个就是雨季即将来临 也就是说在过几个星期之后 整个进攻事态将没有办法 在技术上进行 第三个就是我觉得瑞典 它本身是欧盟的成员 如果再坚持中立的话 它没有办法在欧洲的日子生活下去 作为欧盟的成员 它已经不中立了 实际上中立已经是象征性的了 更何况长期以来 这就1994年 90年的中期以来 瑞典一直在加强 同北约的军事合作 情报合作和武器生产合作 所以实际上瑞典的中立 已经是名存实亡 今天我们看到的瑞典的国旗 在北约总部高高飘扬 实际上是对这几十年来的 一个实质上的北约化的 一个准确的验证 好的 谢谢顾教授 这样您说的 中立国这个词 其实是相当具有欺骗性的 从瑞典抛弃中立国的地位 一脸的轻松 丝毫没有历史包袱的态度来看 似乎他们也并不认为 自己有那么中立 我们再来有请在北京的 王云飞先生 瑞典的外交政策 一直被外界 包括瑞典媒体 是概括为和平中的不结盟 这种战争中的中立 瑞典之所以加入北约 如此受到关注 也是因为它是一个 曾经的所谓中立国 变成了北约成员国 那么您怎么来看 中立国这个概念 真的存在吗 中立国在一次大战之前 那个时候 欧洲分乱的时候 那个时候概念是成立的 因为那个时候 不像今天这样 有那么多的军事集团 政治集团 我不参加任何集团 按照那个时候的国际法 和国际的惯例 那别的国家就不能对它侵略 那个时候是成立 但是经过一次大战 二次大战之后 特别是冷战之后 这个中立国的这个韩雅 已经和过去不一样了 因为在这个冷战期间 它本身就是一个 军事集团的对峙 你不参加这个集团 不参加那个集团 如果不发生战争 这个中立国可能还有生存的空间 如果发生战争 实际上在冷战的时候 就没有这个中立的空间了 只不过说那个时候 没有发生战争而已 所以瑞典的所谓的这个中立国 一直坚持到今天 而在今天这个俄乌冲突的 大的国际环境之下 像瑞典这个国家在政治上 实际上已经没有转换了空间了 在军事上 这个国家尽管军事能力挺强的 但是毕竟它的整体的兵力有限 整个军队只有两万多人 如果发生大的战争 仅靠自己的力量 是很难保持这个国家的主权的 所以实际上瑞典早就在政治上 已经放弃了中立了 只不过是现在得到了一个 适当的机会 去掉这个中立名言而已 是的 我们看到瑞典首相克里斯腾森 他也说 我们之所以要加入北约 很简单 原因就是我们会觉得更安全 这倒出了瑞典的真正的一个担心 您怎么来评价瑞典 作为欧洲的一个重要国家 它的军事实力 在欧洲是个什么样的地位 瑞典这个国家很有意思 正是因为它中立 所以它自己的国防生产的能力 在欧洲国家可能除了英国 法国之外 就它最强的 比如说它可以自己生产 战斗机 英式飞机 预警机也可以生产 潜艇也是世界先进水平的 坦克它用的是德国的豹二的底盘 装甲车它有1000多辆 当然这是它根据自己的需要 因为这个国家面积并不需要 有45万平方公里 军队不多的情况之下 它就要增强这个军队的机动能力 所以它的步兵战车有1000多辆 100多辆坦克 1000多辆这个步战车 在欧洲国家当中 那是最多的强于法国 德国和英国 所以这个国家为了自己国防的安全 自我生产的能力很强 军事上尽管有2万多人 但是它有3万多的预备域 国防动员能力也很强 所以它在欧洲 它是一个军事强国 好的 谢谢王先生 我们再回到深圳现场的 顾晓武教授 如何来评价瑞典加入北约之后 对于欧洲政治生态的一个影响 其实与其说瑞典需要北约的保护 其实反过来北约也是 非常期待瑞典的加入的 对 北约期待瑞典的加入 有两层的期待 一个就是这个形象上的 或者说面子上的期待 因为瑞典的加入 就像北约秘书长 刚才今天讲话里提到的 就是这是北约战略上的一个胜利 它验证了普京在发动战争之前 希望阻止北约东扩的 所谓的企图失败了 就像他今天所宣称的一样 普京不仅没能阻止乌克兰加入北约 而且反而还使瑞典放弃了 200多年的中立的立场 加入了北约 第二个我觉得 还确实是有一种实在的意义 就是瑞典似乎对 对俄罗斯这个邻国确实是非常的忧虑 换句话就是说 它对这个国家已经是没有任何信心了 以前如果说中立的时候 因为中立的时候必须是对双方 不仅是对自己所处在的西方 而且对面临邻国的东方 它也是保持一种信心的话 那么现在瑞典对俄罗斯的信心 实际上是上市殆尽 是不是可以看作瑞典加入北约 是欧洲和俄罗斯关系 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节点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 因为俄罗斯实际上从两年多前 发动特别军事行动以来 实际上是断掉了 断掉了 切断了 这个彼得大利300多年以来 试图同欧洲建立非常强有力的扭弹 一夜之间或者三百天 这个两年多之间 实际上是这个 俄罗斯慢慢脱离了欧洲这个大陆 从文化上 经济上 军事上 理念上 情感上 俄罗斯实际上正在同欧 是的 我们看到两年前 当俄乌战争爆发之后 俄罗斯驻联合国代表 你那边讲 我记得他讲一句话 他说今后欧洲和俄罗斯的关系 不复存在 当时听起来似乎有一点 开玩笑的意味在里面 那么现在看起来并不是如此 估计以后俄罗斯和欧洲的关系 应该就是以对抗为主 是吗 但是问题是 俄罗斯这个邻居 和欧洲这个邻国的关系 是搬不走的 也就是马克龙曾经说过 我们今天对俄罗斯如此的仇恨 如此的不信任 但是我们除了同俄罗斯未来 要调整关系之外 别无更好的选择 换句话就是说 战争之后 可能还会有欧洲的一种某种行动 要解决俄罗斯这个问题 现在俄罗斯是一个问题 对欧洲来讲 这个问题就是安全的问题 所以无论未来的发展如何 俄欧之间总会应该找到一种默契 把这种关系固定下来 要么以冷战的形式 要么以合作的形式 要么就是以不冷不热的形式 把双方的关系要固定下来 好的 我们再来有请北京的王云飞先生 其实在两年前瑞典和芬兰 声称想要加入北约的时候 俄罗斯总统普京就放出了狠话 就要给他们脸色看 觉得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一个结果 但现在成为了事实 可以说是对于普京来讲是个坏消息 俄罗斯威胁要对瑞典加入北约的举动 尽管采取政治和军事技术的反制措施 但是没有具体的说明 您觉得俄罗斯可以在什么方面 对瑞典进行一个反制措施呢 实际上它应对的策略 并没有太多的有效的方式 如果说能有一点效果的话 就是用核武器来威胁芬兰和瑞典这个国家 把核武器部署到芬兰边境 或者是白俄罗斯 这样的话它的战术核武器 就可以构成对芬兰 以及瑞典的打击能力 军事上还有其他的方式 就是在波罗的海多部署一点军舰 但是这个效果并不是太明显 除了这个方法以外 在军事上可能会加强 对芬兰以及瑞典边境 或者是波罗的海上空的战斗机的 巡逻 侦察 监视等等 但是这些方法 对芬兰和瑞典已经加入北约以后 它的作用和效果 都不会有太大的作用 其实很多人可能过了两年 都已经不太记得很清楚 俄乌战争 此轮俄乌战争爆发的 直接导火索是 乌克兰要加入北约 那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看到瑞典加入北约之后 它感到非常的欣喜 但是这样的结果 是俄罗斯不可能让它发生的 您觉得乌克兰 还有可能真正到最后 还可以加入北约吗 乌克兰近期加入北约 可能性不是太大 因为它自身的条件 本身就不是很具备 另外从政治和地缘格局的战略上 来考虑 有可能北约现在不会接受 它加入进去 因为加入到北约以后 与俄罗斯处于战争状态 那么北约国家就会出兵 这对于北约国家来讲 现在是难以接受的 但是从长远来看 乌克兰这个国家 真的有可能会加入北约 这就要看无冲突进展到哪一步了 如果按照这个目前的状态进行下去 那乌克兰真的就有可能加入北约 因为俄罗斯在与乌克兰的 这个军事行动当中 并没有真正的打败乌克兰 乌克兰就有机会申请加入北约 好的 谢谢王云飞先生 我们先休息片刻 后来再聊一聊 特兰普说 他不会花一分钱为了北约 所以北约前景似乎是蒙藏了一层阴影 我们待会聊 欢迎回来 虽然我们讨论是瑞典加入北约 但是最后还是离不开 讨论一下美国 有请在深圳的顾旭部教授 我们看到这一次瑞典入盟的仪式 是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 布林肯从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森手中 结果入盟文件的时候说了一句话 他说俄乌战争爆发之后 一切都变了 我想美国人对于一切都变的理解 和欧洲人对于这句话的理解 是不太一样的 那么在欧洲您觉得 人们会怎么理解这句话呢 欧洲如果按照布林肯这句话 理解下去就是 欧洲对俄罗斯的依赖性 几乎是彻底给灭掉了 从德国的角度讲 就是能源供给 这个已经依赖于俄罗斯的历史时代 已经一切不复返了 用德国主理索尔茨的话来讲 就是我们进入了一个崭新的 实在的转折点 这个转折点就意味着 欧洲比从现在开始 要大力地发展自己的能源产业 针对美国来讲 实际上欧洲人心里 也是有这样想的 就是万一如果美国出事 欧洲怎么办 这也是这个俄乌冲突 对欧洲人产生了一个 非常强烈的冲击 再加上特朗普 这个经常不断地 说要不费摧毁之力 结束俄乌战争 而且是以从俄罗斯 进行妥协的这样一个方式 更加使欧洲人感觉到 非常的难以接受 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欧洲人现在对美国实际上 也缺乏某种信心 不仅是因为特朗普总统 这个人是这样一种说法 而且是因为美国这个体制的 四年一换的政府体制 今年是这个民主党总统 过四年又是共和党总统 如果就算不是特朗普 以后换人的话 也是另外一个中的 又是另外一个政策 所以欧洲人现在觉得 战略自主终于应该提到 一时日常上来了 而且现在第一步要做的 就是强军备战 把整个国防工业搞上去 所以刚才王老师讲得非常清楚 欧洲准备加大军工企业的发展 形成自己的拳头产品 来摆脱 慢慢地摆脱对美国的依赖 美国还是可不住 再来有请王玉飞先生 特朗普他说如果上台之后 不会为俄乌战士花一分钱 如果美国真的暂停援助乌克兰 那俄乌战士会面临一个 什么样的情景 如果美国暂停对乌克兰的军援 当然欧洲国家还会持续 对乌克兰支持 但是对乌克兰来讲 这是一个灾难性的事件 应该说没有美国的主要的支持 乌克兰可能会积极败退 丢失的土地会更多 相反说就是俄罗斯可能会得到更多的领土 如果长期这样进行下去 这个国家就危险了 但是特朗普这个话 说是这么说 到时候能不能做到这一点 可能也不是一个总统就能说了算的 毕竟还会有议会来研究这样的事情 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特朗普 但是可以预料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 很有可能会大幅度的减少 减少的结果可能会对 今年的这个欧乌冲突 带来巨大的影响 有可能美国会牺牲掉 一部分乌克兰的利益 来换得妥协 所以特朗普上台之后 对欧乌冲突的这种 整个战事的影响 确实是非常巨大的 是的 再有请顾小普教授 您对俄乌冲突 或者说俄乌战争的走向 有什么样的看法 现在看起来 似乎是俄罗斯在某种的冲突上 占了一些上风 情况不一样 如果是分天上和地上相比的话 双方的结果不一样 天上 乌军成功地在过去十几天里 击落了大概15到16架 先进的俄罗斯战机 它的方法是非常简单 雷达隐蔽向前推进 在捷径战场的时候 突然打开雷达 这个使俄军分析员 没有任何反应的时间 所以从这种方式的 击落了大概15架到16架 俄军的战机 但地面进攻就刚才讲到 俄军稳步向前推进 而且我们长期所觉得 俄军不会动用大量空军掩护部 嗯 是 其实俄乌战争还在继续 虽然战争还没有结果 但是其实它已经改变了很多 也许没有到改变了一切 但是确实是造成了 很大的一个改变 感谢您收看今晚的 《风光全线连线》 感谢我们两位的精彩解读 晚安